你笑的背後其實是甚麼呢 你見到很多人覺得很開心 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後發生甚麼事都不一樣 不是說你往往見到那個人就是這樣 但他這次寫我那個納網 他是一個納店 其實我們做妓女那些都賺了很多錢 譬如錢或者錢 今集今集就是說他不是一個好比的妓女 他已經賺到錢了 其實他可以退休了 不過他也覺得需要繼續生存 或者找到自己的位置 他就說其實我們賺到錢 那我們為甚麼呢 我們都是不外乎買兩個十幾十萬的袋子 那我們當然要去玩玩 在劇情上當然很多人都在我去鴨店 那我其實大約幾十年 都二十年前 都曾經我朋友帶我去一個鴨店 那些鴨店其實 你幻想裏面那些鴨 真的各式其式都有的 那我就跟導演說 那鴨店裏面甚麼人都有 那我喜劇效果 那阿基就是一個我們想去發洩 那鴨店就是說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你打他也可以 你罵他也可以 甚麼人都可以 那他就在鴨店裏面有一個王牌 那每一個這些官場都有一個王牌 那他就是一個王牌 那他出來就 我們打算拿錢給他 他就搞定那些東西 那他真的拼命 就像金雞一樣拼命 第一集就打拳給你看 那他就自己爆中 然後爆爆一下 我們就覺得自己很恐怖 就是覺得 為何拿洗錢就可以搞定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然後我們說不是 喝醉就玩一下 因為不用認真 那其實現在的感覺就是 甚麼都好像 你要很極端才可以拿到少少東西 那我覺得是其實很悲良 那然後 其實我們也很悲良 其實他也很悲良 那其實現在賺食就是一個這樣 所以是感覺他的角色 覺得 即是有時候好像沒有了自己 是不是 就是做為人做 沒有自己 那究竟誰是我自己 其實他就是一個這樣的 是的 即是你自己的工作 也是一個工作來的 是的 即是在我崗位的時候 我可以見到的 但是不可以沒有自己 是的 是的 我們在說什麼 你是否做為人 做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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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